歡迎鎖定1700整點新聞 來關心桃園今天公布 新增了87例的本土個案 值得注意的是 新增屏東素溪團傳播鏈 在今天採檢兩人確診 對此鄭文燦在下午的 疫情說明記者會中表示 這樣的傳播鏈 預估仍然會持續擴大 今天桃園有87個確診個案 已經有65例完成的疫調 其中居隔後 轉為陽性個案的有22件 匡列採檢確診的有18件 自行採檢有25件 我們目前看到的是 大小的傳播鏈 包括群聚感染或者是 獨立個案的 總共有32個傳播鏈 今天我們統計了一下 有25個傳播鏈 是有新增個案 比較重要的我來說明一下 這25個傳播鏈裡面 第一個是 人和國中 人和國中的傳播鏈 主要是因為跆拳道的 教學引起的 今天有新增4個個案 累計起來已經有19位 第二個是龍山國小 那龍山國小主要的 感染的情況是跟安親班有關 有新採檢出10位 匡列採檢的10位 累計是17位 第三個是豐宿國小 豐宿國小主要也都集中在同一個補習班 今天有居隔以後有多了兩位 累計是15位 這三個是學校的狀況 我們特別要請這三個學校都停課10天 那居隔的師生一樣要做多次採檢